完全是責無旁貸 完全是防委會的責任去監察好 這個契樂的執行 因為防委會作為契樂的唯一執行人 他是有必須和有一個責任去監察好 這些契樂如何讓小月子知道 領展如何執行這些契樂 小月子知道什麼內容條款 他們應該分擔多少的成數 其實我們覺得整件事是應該增加透明度 為什麼是由傳媒去爆這件事 為什麼大家都蒙在鼓裡 我們都是很大的疑問 所以我們這個大聯盟都希望幫到小月子 小月子是幫他們去爭取到他們應有的權益 把他們給了的血汗錢給小月子 請問還有沒有哪個屋苑想發表你們不公平的情況 是 大家好 我是將軍澳德明區的社區主任城志河 我們的區屋苑和明園 根據這個契約是由領展分擔 一部分的維修費和管理費 但他們亦都沒有完全履行這個契約 大家都知道領展的管理質素有多差 已經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共識 但竟然連一些基本的一個契約責任 他們都沒有履行 可以見到他們對法治的意識 就是對履行契約精神的意識 亦都是不夠的 我相信這一方面亦都是令到更加多的市民 對領展這間公司是十分之不滿 到第一間市值過千億 每年賺取巨額盈餘的公司 他是不是連分擔 履行他的合約要求 去分擔一小部分屋苑的維修費 這些費用 履行基本的責任他都做不到 這方面無論政府也好 或領治也好 特別是領治必須作出一個解釋 去向公眾交代 去做履行他們原本的責任 去還錢經有的責任 好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補充的話 可能時間關係 我們其實這個大聯盟 除了今天我們希望遞信給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能夠正視這件事之外 我們在短期內 這個聯盟也會約房署的署長 希望他認真怎樣回憶有關屋苑所遭受到的損失 怎樣去補回這些資源 或者是今次給這些小業主 好 那這個時間我們好不好請這個 這個政府總部的代表呢 都是能夠出來接訊 或者請陳恒丹先生和一些 有沒有哪位立法會議員一起 我們交給他這樣 好吧 好 好 這個稱讚 管輸在山旁邊 sunt 攘先回水 攘先回水 政府有責 領展賺到盡 市民心都寒 政府監管不力 領展越養越肥 領展不夾錢 小業主埋單 分攤合約無人資 分攤合約無人資 業主夾錢吃自己 要求領展 去還多付維修費 好 今天很多謝各位各區的區議員 各屋院的業主代表 也多謝容凱恩議員 周浩鼎議員 EQ 我們新界東議員 還有葛佩范議員 還有鄭榮信議員 這個EQ 很有EQ才能夠叫EQ 好 多謝各位 各位也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好 好 謝謝 那是吧 那是吧 那是吧